好 民进党未来会怎么走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赖清德已经表态了 说他要竞选党主席 那么一开始呢 这个立委陈欧珀 他说权力不该体重于一人 但在8号的时候 隔天就改口了 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出来 当然只能支持 而至于府院的发言人张敦涵 他说总统表达祝福 也说未来不会主导党务 只要是对民进党好的方向 他都会全力的支持 这是蔡英文现在的一个表态跟声明 那么陈辉文呢 他就特别说 会不会现在又出现了 当年的卡赖大联盟 他就说其实赖清德的个性 就是太急了 平时温温的关键的时候 突然跳出来 跟蔡英文抢党主席 他说这样子其实 这是跟2019年犯同样的错 可能未来又会出现了许多网军 许多侧议 要来公开的抨击赖清德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小手段出现 那么美丽岛电子报董作吴子佳 他说赖清德现在有个最大的困难点 是什么呢 是现在民进党的黑金化 其实现在很多立委都看不下去 纷纷要求呢 应该要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民进党内他真的会处理吗 有办法处理吗 这也是赖清德未来就算当了党主席 也要面对的问题的 好另外现在呢 开始一个二个要选边站了吗 我们就要来看到郑文灿 郑文灿他说呢 这个无论是党务选务 他都希望呢 全民进党协助赖清德来参选 并且呢 要拿下2024 要完成2024大选 跟立委选举的挑战 然后其实未来民进党的改革 有很长的一段路 现在的内阁的改组 未来的这个党主席的竞选 以及2024 真的是困难重重 而潘孟安呢 有机会接任这个党的秘书长吗 他说现在根本都没有人 跟我提这件事情啦 这是所谓的爆派消息 而到底有没有可能 林家隆街府院的这个秘书长呢 据传了 他的意愿是稍低啦 他现在呢 也是口气一气 说呢 要支持赖清德来选党主席了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刚刚呢 总统蔡英文是表达会祝福 且不会主导民进党的党务 被认为是赖清德的时代 提前到来了 因为毕竟现在蔡英文 已经不是党主席了嘛 但代表说他未来 是不是会提前掰咖呢 因为其实2022年即将过完 但未来还有2023号 还有一整年的时间 会不会提前跛脚呢 到底有没有可能 那么吴子佳就说 蔡英文其实早已是昨日黄花了 赖清德一旦当上了党主席 也会狠狠处理挡住他前方的石头 我从1024号当天我认为他已经跛脚了 已经跛脚了 他现在跛脚跟不跛脚的理由在哪里 所以你要检视他是干什么 他没有办法号令三军了嘛 他没有办法号令整个部会了嘛 而且赖清德他怎么挡怎么钉 挡不了了啊 赖清德现在就变成了 因为民进党是一个 比国民党要限时一万倍的政党 因为他们的眼每一个从政人员的眼睛 只看前面 什么不回头看的 你今天蔡英文已经变成昨日黄花 没有意义了 所以赖清德一定是在 大量的触勇之下往前走 所以他利用这个党器跟民器可用之气 他会狠狠的 在把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所谓的 会影响他的选举的障碍跟石头 全部一一翻掉 然后他下手很重啊 赖清德他掌权以后的态度会非常坚定 因为他如果部落那么坚定的话 他不可能当选 因为他这一次 这一次很妙在哪里 第一个民进党是大败心伤 已经打到ICU打到交互病房去 那你现在很简单 2020-2024你国民党最首是谁 国民党现在我们讲三个人 三三个人有可能三个人 侯友宇 然后第二个郭台铭 第三个朱立伦 朱立伦不算啦 国民党运气真好 同时出现两个都是强棒 你现在记得是唯一的强棒 你只有一个 那国民党是两个人都可以 两个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会赢他 同时以两个党的运气来看的话 国民党运气比较好 他有两个人 他有两个都会赢的人 你这只有一个会赢的 你这一个万一你后面 这个蔡英文啊 再把你黑枪再打两枪 弄个陈建仁出来的话 那他就倒了啊 所以这个党很危险你知道吗 内忧外患 全部自己 然后这个内忧的 内忧跟外患的陈英呢 噪音的主要来源是哪里 蔡英文 好来看到是赖清德在昨天宣布 要参选这个党主席的补选 那么过去曾经多次跟他杠上的 谢龙介表示乐观其成 那么谢龙介就指出说 自己之所以跟赖清德针锋相对 主要就是因为双方在国家主权的立场上 其实意见是不一样的 不过赖清德在民进党里头呢 清廉的程度算是前段班 如果顺利当选党主席 势必得要面对各个派系的压力跟挑战 还能够维持一贯的操守吗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赖清德在民进党里面 是属于比较 就是说在清廉这一块 他算前段班 我们可以这样讲 我也看出赖清德 他们说台南黑道 现在长血赖清德 他们不会介入这个 开枪的隔天 他本来要去帮黄伟泽站台 就是说在夏淫上帝庙 他要召集所有的庙宇负责人来 那当天我刚好我在新式拜庙 那主委本来跟我想 其实他前一天晚上 大概九点多 他办公室就已经通知黄伟泽办公室 明天取消了 我不再会背书了 所以这次你看 黄伟泽进省总部成立也没有邀请他 我跟他针风将对 就是因为他主张台湾独立 那这个在台独这个立场 我们是完全不能妥协 所以针风相对 可是他用的政务官 他对政务官的约束 他维护官真 这一点我跟他讲 包括黄伟泽 不要说你看不到车尾灯 就是在民进党 这些从政的人物里面 赖清德在这一点 他算前段班 可是你当主席 尤其是民进党的主席 在这么多派系当中 你要不要瞧 要不要妥协 如果只是单纯拿下党主席 那在党的这个共治的状况 就是说中常会 包括其他的 那会不会影响到将来的提名 所以这个可以观察一下 但是赖清德如果不选择不赞 那对他的总统提名 一样还是要赞 在选后呢 民进党人士大班峰 赖清德表态要选党主席 末选的陈时中 则可能入阁 不过名嘴其底 其实赖清德 别看他现在温温和和的 其实本性火爆 过去还曾经找人打架 而且坚决主张台独 谈到陈时中 其日很挺他的周玉寇 如今翻脸不认人 居然公开怒呛 陈时中没出席 民进党败选后 人士大班峰 扫音的眼中钉 赖清德表态要选党主席 名嘴其底 和蔡英文一样 看起来超斯文的赖清德 本性不但超凶汉 在立法院层火大跳桌 嚣张狂呛 甚至汉人捉对打架上演全武行 选举失利的陈时中 败选后堵了12天没露面 昔日挺他的周玉寇 忽然讲出真心话 好像在拳击赛上 一上场就被打一拳就一直在地上 19 8 7 6 5 4 3 2 1都爬不起来 笑死人了 没出席 你们少在那里装哭 装死装傻装悲哀 站起来啦 没出席的臭男人 外传诠释中可能入阁 周玉寇翻脸说重话 大男人真没出席 还害别人 小吼小吼 这些民进党这些 军官是干嘛吃饱了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能检讨繁星 两手一摊跑人 还有人说他要进内阁 内阁个屁啊 有人说就算内阁要改组 顾力熊的老婆王美花 将继续担任经济部长 从苏贞昌王美花 到赖清德 陈时中 人怎么换不知道 最终大权恐怕还是紧紧握在 蔡英文手上 旧人杨市区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海华XO干杯架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杯架去哪里买 是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啰 好 希望大家爱用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